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的时候,朱氏夫妇收留了一,各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小乞丐,当时只是出于善心,看小乞丐可怜,谁知,这个人及其后人却,守护了大明近三百年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。 朱元璋和马皇后收,留的这个乞丐就是慕英,慕英出身寒苦人家,不早是,随母亲躲避战乱途中,母亲不幸死在逃难途中,后来八岁的慕英流浪到豪州,被当时已是农民起义军将领的朱元璋发现,当时朱元璋夫妇还没有孩子, 于是将其认为一子就养在身边,并启明朱英,代其为亲生,战乱,行军,军营,是朱英的全部童年生活,朱元璋夫妇尽心尽力培养他,叫他读书世子,带兵打仗,朱英对非常感激朱,元璋夫妇的救命之恩,努力刻苦, 十二岁就开始跟着朱元璋带兵打仗,十八岁时就能担当重任,当上了仗前兜卫,后来立了不少战功, 慕英最值得称赞的,攻击大概要数平定云南,其他地方还算容易, 我们都知道,断世在大理一带割据多年,分身地固,历史又一手难攻, 慕英身先士族,不顾自身安围,带头向前冲,既鼓舞了士气,又镇住了断军, 于是大胜,不到一年的时间,慕英就彻底收服了云南,云南地处边境, 因为地理等原因,自古以来治安就不好,经常发生动乱,治安不好,经济自然也上不去, 然而慕英不仅擅长带兵打仗,在地方治理方面也颇有天赋, 慕英治理云南期间,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人民生活,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, 得到了云南民众的,永护和朱元璋的称赞,朱元璋称帝后改姓慕, 有慕皇恩的意思,可见朱元璋对慕英的喜爱, 慕英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为亲生父母,也是马皇后的儿子为亲弟弟, 知道太子朱镖死后,慕英可得十分伤心,那年他48岁,年龄不算老, 却也不算年轻,不久就因伤心过度患了重病,又过了两个月, 又听闻马皇后逝世,慕英伤心得咳却身亡, 慕英死后,灵就运到京城应天府,朱元璋亲自在城门迎接, 并且追封他为前明王,是昭静,将他的牌位供奉在,只有皇家人员才能计入的太妙, 从此,慕英的子孙是世代代镇守云南, 知道明朝末年,甚至大明灭亡后,慕家后人还想反亲赴明, 朱元璋当初大概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无意间忠下的善音, 却让自己和儿孙在,以后的近三百年里收获着善果。